在增加土地供應上是多了 多了一倍 這是成績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兩點 一個是如何在增加土地供應方面 取得社會的共識 另一方面是針對新一代買不起樓 是否有一個專門的土地會撥給他們 如果你說在兩萬個供應內 有一萬個批定是只能賣給這批人 發展商定價的時候 如果定價得貴 他們賣不出 這些樓是不許拿來出租 只能夠自用 轉售的時候 都是要賣給核資格的人 他們的價格就不會跟私人市場剝離 因為它會排除投資者 排除外來的人 價錢就會反映本地香港首置人士的價錢 郊野公園 我自己都覺得不是一個 神聖不可侵犯一定不能動的 香港的土地是需要重新規劃過 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